民進黨立委林一錦傳出疑似涉嫌 乍領助理費 今天上午他的國會辦公室 以及台南永康的服務處都被檢調搜索 林一錦發出聲明表示 會配合調查 釐清真相 讓司法證明清白 他本人一整天都在台南地檢署接受訊問 由於外傳這次的事件 是民進黨台南市長初選內鬥所引起 被影射放消息的立委陳廷飛下午薄弃傳聞 民進黨中央也強調 黨內的一貫立場 協物往無走 田門緩緩升旗 調查處人員從服務處走出來 但詢問服務處員工面對鏡頭不願多談 調查人員搬出一箱箱資料 服務處外牆掛著跟總統賴清德的合照看板 民進黨立委林一錦傳出疑似涉嫌 扎鈴助理費 台南地檢署二十一號上午 來到永康服務處搜索 消息傳出 地方民代表示早有耳聞 不只服務處 林一錦在立法院的辦公室也被搜索 外傳遭搜索和民進黨台南市長初選內鬥有關 因林一錦和友誼角逐的立委林俊憲都是賴清德子弟兵 而早已公開表態參選的立委陳廷飛遭內鬥傳聞燒上身 陳廷飛予以駁斥 我沒那麼厲害啦 開中場會比較重要 外界聚焦林一錦案 民進黨二十一號下午召開中場會 與會人員表示賴清德在會中提醒 個人紀律和私生活需克制並檢點 發言人吳征惠後則表示 民進黨一貫立場是勿網勿縱 林一錦擔任過六屆議員 連任第二屆立委 從政資歷豐富 臉書還有總統大選時 臺南六席立委與賴清德同框影片 他發聲明表示 無論是因為什麼原因接受調查 都會配合釐清案情 讓司法證明清白 記者臺南臺北報導